海賊王DIY日記 這種傳統的鐵捲籃其實到處都還在使用 但如果隔一段時間沒有保養的話就變成這樣 你問我說變成怎樣啊? 啊就在那邊哀哀叫啊 有沒有真的很大聲 有一點給他受不了 嗯?領老闆出門了 張先生下班了 這怎麼去買菜啊? 阿Ben你怎麼都知道 其實每家的鐵門聲音都不一樣啊 有這種事啊 雖然這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不處理它的話問題可大了 我們先把電源關了 現在把動力系統的外殼打開來 其實它就是一個鐵盒子掛在上面而已 這個往上一提就拿下來了 不過有點重量就削了 這如果兩個人作業的話下面有一個人幫你拿會比較方便一點 我們現在把這個鐵箱皮拿下來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卷軸了 其實這個鐵門的噪音啊 跟卷軸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不過我們今天還是把它打開來 在網路上都找不到這種結構圖 乾脆把它拆開來 因為其實拆開來也不是很困難 你看它就這樣子啊 折起來勾住而已 像這樣兩個點勾住上面的鐵條 就這樣 如果哪一天你家鐵捲門有狀況的時候 可以打開來檢查一下 不過記得要斷電喔 欸海階王你要記得叫人家戴手套啊 不然觀眾手割傷了一定算你的 喔對啦這個真的要戴手套 搞不好這個鐵片會有點粒粒 好另外一邊也拿下來了 它這邊有一個滾珠軸被包在裡面 其實這種軸扇你加油也沒有用 因為它是那種鐵核封住的 這個如果真的要換的話呢 要從這邊切開來然後把軸扇換掉 然後你一定叫我換給你看對不對 才不要了我的還沒壞 我現在噴油給你看跟你講一點用都沒有 沒有那個油喔根本就加不下去了 其實裡面的軸扇是像這樣子有鐵蓋的 所以現在加這個油呢是在加身心舒暢的 另外這邊的狀況更糟糕因為根本就跟不到了 沒關係基於區域平衡的立場我還是給它加一下 然後呢海賊王要試一下給大家穿 有沒有還是一樣這樣雞雞叫 喔對了有人會說這個軌道也要加 其實它一點影響都沒有 欸海賊王你剛剛做的處理都沒有用啊 確實如此事實上呢傳統的鐵捲門呢 它最大的摩擦力來自於葉片與葉片之間 這一般的認知有所落差喔 那怎麼辦啊 這個啊 潤滑油噴一下就有明顯的改善啦 啊所以講了半天也是油噴一噴而已啦 是這樣講沒錯啦 可是你油要噴對地方啊 其實大家都喜歡把這個油弄在軌道上面 但是軌道這邊的影響大概只有10%而已 另外的10%大概在軸扇那邊 可是軸扇我們又沒有辦法處理啊 以海賊王來講的話 目前假如要去換這個軸扇 可能至少要先買到電焊機才行 還有現在這個都已經打開了 把這些已經走進的部位呢 給它敲回原來的位置 你看這也只是用撬法把它慢慢的敲回去而已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些蓋板有沒有 這個也是要用電焊機才能做更換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失側的地方 就是剛剛敲回來的地方 應該還要再補一點點 好沒關係我們現在放下去試試看 感覺這個聲音有變小了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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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如果嫌它髒的話呢 我們過幾天再放它油漆好了 阿油漆還有一集喔 阿油漆還有一集喔 可算可以 但是其實不用擔心這種問題阿 海貽望存�ießen 所以到最後應該 不是耿用完了 而是我不想玩 所以到最後應該不是耿用完了 而是不想玩 額лив 真的不難喔 剛剛我們已經看過這個結構了有沒有 真的就是掛上去然後凹凹就好了 上面稍微折一下之後呢 就把下面推到定位 然後再把它凹起來就可以了 是不是大家的捲盤都這樣子做 還是當初做這一家的偷懶呢 這個我就沒有辦法確定了 我記得小時候看到一些捲盤啊 它上面的這個包覆皮 它是用那個拉丁把它拉住 如果是用拉丁的話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如果用拉丁的話 就必須要用電鑽把那個拉丁破壞 才能把鐵皮打開來 熬好之後呢 把這個包覆皮推到定位就可以囉 你看真是簡單又有效率 然後 這種工法不知道誰想出來 接下來我們再把這個馬達的防塵套呢 把它蓋上去 它只有兩個勾子掛上去就可以了 像這樣放上去再稍微一個位就完成了 再推一下再推一下 再推一下 全部完成之後呢 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試囉 大家仔細聽一下 有沒有剛剛吵雜尖銳的聲音通通都不見了 雖然比不上星星的捲門安靜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說 嗯 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 分享 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